这位同修刘居思问 他说他堕胎两次流产一次 罪能消吗 这个罪很重很重 当然能消 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真心忏悔 断卧修善 改过自信 这个罪业才能消除 否则的话 很难 这是很重的罪 因为儿女到你家来投胎 不是随便来的 你看多少人求儿求女 一生求不到 为什么原因呢 过去生中跟这些众生没有缘 凡是到你家里来的 跟你的缘很厚啊 佛讲有四种缘 有报恩 如果这个小孩 是来报你恩的 你堕胎把他杀掉了 恩就变成仇了 这个很可怕 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不是报恩 是来报仇的 如果这个小孩是来报仇的 你把他杀掉了 仇上再加仇恨 这怎么得了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阶怎么解开呢 自己真正觉悟 真正惭悔 断卧修善 吉功雷德 念念给他回向 希望把这个冤界解除 现在这种事情 可以说在世界上 任何一个地区 任何一个阶落 都非常普遍 这个道理 世间人不知道啊 四十真相是更是无知啊 所以他造下这些罪业 给这个众生 借了 深仇大恨 果报 是没完没了 很可怕 很凄惨 所以自己 决定要念佛 求神以净土 把自己修行功德 回向各道 给自己的冤情代主 真诚心 能感动归神 所以是诚子灵啊 不诚就没办法了 那么依照这个佛法修设 是会有效应 一定要如理如法 好好去修设